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视频就有时效性 就报一下时间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8号 是文购房地产的第256期 本期我们讲一下短租和长租 需要注意的事项 短租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跟租客之间的年龄性相对少一点 租客住个一两晚上 或者是最多一两周就走人了 所以你跟租客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 温哥华是加拿大最引人入圣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也是全球著名的旅游圣地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温哥华的华人投资客 靠出租房屋挣钱 养活一家人的不在少数 房屋的短租市场也非常的火爆 特别是每年的4到10月份 是温哥华的旅游旺季 来人必必在温哥华是大行其道 而且收效非常可观 每一个房间在夏季可以租到300到400 个别地区甚至能租到500 每一天 像温西地区一个房间每年可以挣个1.5万左右的收入 这是不过分的 各别地区呢 夏季活到呢 车库里只要支张床就有人租住 当然了 也有不差钱的一些大富翁呢 却有一大把房子不租 不租他干什么呢 他不是指着这个出租挣着两钱 这个撒瓜俩枣呢 他是想呢 扶着等着升职挣大钱 但是呢 现在可能不行了 因为政府强制推行了这个控制税嘛 所以挤出了一些房子到市场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温哥华的LMB市场是非常好做 应该说加拿大最容易挣钱的生意之一吧 按照做短租市场的热度排名的话 那么温西排到第一 其次是温东 列治文 本纳币 西温 北温这些城市 白石地区呢 夏季呢 也是旅游胜地 也可以做LMB的生意 冬季要差一些啊 这里要说明一点呢 那是大部分公寓是不允许短租的 尽量的避免引起麻烦 所以买公寓的时候 这一点要读懂 是他三个月啊 最少三个月还是最少一个月 大部分公寓的文件里面好像都写的不允许短租 等下于三个月以上才可以 在温哥华呢 没有出租限制的公寓呢 它的价格可能比有出租限制的公寓呢 要高一些 也是这样的原因啊 因为没有出租限制 它可以做LMB 可以做短租啊 都很好 但是可惜这样的 这样的完全放开的 就公寓比较少一些啊 那么如果长租的话呢 就会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呢 就要妥善地处理 因为你的年龄性比较大 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 有可能就引起自身的麻烦 甚至官司穿身 丢点钱并不一定可怕 可怕的是你有可能引起医生的官司啊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今天讲的 如何对待一些恶租吧 不少的投资客呢 那么将房屋呢 放租出去 目的是为了收回俩钱 或者是呢 大部分人的心贷 以租养房 静贷升职 那么这我相信 任文庚华的很多家庭财富积累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投资房 可惜呢 大部分人呢 都会和租客之间 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摩擦 一定的争端 或者是一定的法律诉讼 这个呢 主要不一定怪 完全怪租客 是因为你在招租的时候 比较着急要找到一个租客 来填补你的房租 所以的话呢 筛选不及时 恶租客就找上门 下面呢 我这边呢 根据经验吧 总结了十条 筛选租客 大家看一看啊 第一呢 就是当你放租的时候呢 广告上要写明 我们会对租客做个背景调查和信用调查 或者是说不让养宠物 或者是说不让转租 或者是写上指线女士出租 没有问题的 这个没有人会投诉你 怎么歧视之类的 你要是不写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来找你 你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出错对象 第二呢 就是利用一些 这个信用积分网站 去调查一下这些客人的信用积分 比如说这个AKFX呀 Trends Union呢 这些都是一些信用核查的网站 上面可以花点钱调一调这个 你也可以问租客要 叫他提供一份信用的记录 基本上低于500分的就不要再考虑了 580分或者600分以上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第三呢 就是致电所有已知的旧业主 就是这个租客一间在哪住 他的原先的房东 对他的反应情况怎么样 或者是前面的 再前面的一阵房主 做一个调查 进背景调查 问一问 这一步呢不可缺少 但是这一步呢 也未必能准确反映租客的实际情况 因为有些旧的业主 为了赶紧找罢租客 扫地出门 他故意说这个租客 这也好那也好 叫他尽快找到一个地方 赶紧拖掉烫手的热山芋 这种情况 所以旧租客的咨询 只能做参考 不能做唯一的信用好的依据 第四点呢 就是在社交平台上 比如说Google啊 Twitter啊等等 各种流行的社交平台 查一查 这个人的名字 有没有一些不良记录 不良的反馈意见 别人对他的评价 甚至是呢 有一次我帮客人租房呢 找到一个这个租客 在网上贴的一张照片 抱着一个宠物狗 他说自己不要宠物 但是呢 他很明显 他是有宠物的 这个时候呢 租客如果进来的话 因为房东不让养宠物 这就违背了房东的意愿 有可能引起一些麻烦 所以就不要租给他了 那么第五呢 就是需要face to face 我帮人做出租呢 并不多 所以但是我为我做了几次出租呢 都是要都是认真的选择 大概基本上都是从二十几个 三十几个人里面选这么一个优秀的 就是能够最起码能够有正当职业 面试通过 有能付得起房租的 不至于惹麻烦的 怎么看出来呢 有很多记忆下 如果你face to face的去面试 一个租客的情况下的话呢 你有很多迹象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你问几个问题 这些人搭得支支吾吾 就要小心一点 比如说他扭扭捏捏 羞羞搭搭 或者是做什么事 都觉得眼睛不直视你 这种情况 往往这些人呢 要不就是吸大麻的 要不就是毒品 要不就是内心胆战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 只要你怀疑 就不要租给他 因为我们在温哥华 最不缺的就是租客 你之所以租不出去 那你只能有可能是你的租金过高 或者是你的房子收拾的不够吸引人 第六呢 就是会见租客时候呢 要向他们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这个呢 也主要是为了测试这个租客呢 是否是诚信 或者是说是否呢 有一定的可信任度 来足以有能力支付这个房租 比如说呢 你现在在哪个单位上班呢 那么你可以问一下 你的大概薪水是多少吗 或者是说 你的上班距离离这有多远呢 怎么怎么样的 一些问题啊 都非隐私性的问题 都是可以问的 通过聊天性质啊 轻松的就可以问出来一些问题 你想知道的一些信息 铺捉到 如果觉得不合适 就立马干净利落 快刀斩了 请他走人 第七呢 就是探访租客目前的住处 如果这个租客呢 目前的住处很破烂 你也就不要租给他了 如果租客的身上有一股烟熏的气味 或者是大麻的气味 也不要租 租客的车子 如果乱停租处的门口 没有章法 你也不要租给他了 不是个正货 那么如果租客的车子 上面很多秃鸦 或者是呢 租客的车子 上面呢 已经很破旧 很老旧的 你也最好不要租给他 因为 因为几百块 一千块买一个垃圾车的人 他要付个一两千的房租 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谁也不能保证 他能够按时付你的房租 有些人呢 要当心的就是 他左边骗几个月 右边右边骗几个月 最后一年下来呢 混一个免费租住 光脚的 向来不怕穿鞋的 你投诉他 他也没有钱 也没有用 白增加你的烦恼 损失了你的时间 又损失了你的钱 何苦呢 第八呢 就是给租客 一个实惠的价格 我们租房子呢 有些人一定要把 这个地区的 或者这栋楼里的 最高价 最高租金提出来 一定要叫租客 接受一个最高租金 去寻找这种租客 其实任何租客 都不是傻子哈 租客往往是 资金不充足 买不起房 才临时租的 比较多一点 所以的话 他对租金的高低 比较敏感的 你呢 在这种楼里 或者在这个社区里 租金要标准化 不要扒高 当扒高的时候呢 即使租客来了 他发现上了当 他也会骗你几个月房租 然后另外走人 有些租客呢 踢包就走人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忌讳 信誉对他们来说 早就狗屁不值了 所以的话 你就小心一点 第九呢 就是给租客一定的奖励 比如说过年了 过节了 中国的元旦呢 春节啊 给他送点中国的美食啊 花不了几块钱 元宵节了 送点元宵呀 当午节啊 送点送几个粽子呀 花不了几块钱的 但是收买了租客的人心 人心都是肉掌的 跟租客的关系近了 他也整系 大部分租客 都会整系你的房产 都会按时给你付房租 也很少惹麻烦 我就碰到过这种租客 然后租客和房东的关系 非常的好 最后成了朋友 房东还给租客介绍对象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第十呢 就是一旦不慎 遇到租霸怎么办 遇到租霸 RTB可能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非常多的案例呢 RTB能够顺利解决 但是周期可能要长一些 最后的损失 最后的损失还是房东的 因为租客往往是没钱的人 不要跟租客 一定要闹到法庭上去 因为即使你胜诉 你也不一定得到多少利益 遇到租霸 宁肯给他减一个月房租 叫他走人 或者给他一个月安家费 叫他走人 也不要尽量不要去得罪他 因为他如果得罪他急了 他会给你破坏 房子破坏一通之后 才扬上走人 什么时候走 也不知道 走了之后 房门几天不关 你也不知道 所以损失就更大 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尽量不要打官司 一旦打了官司之后呢 就要正式的 RTB上提供了若干表格 而且有详细的说明 供选与租客发生纠纷的人士 填写表格 进行逐步的去实施他的诉讼过程 驱赶租客是一个学文 跟租客之间呢 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 因为大部分租客呢 还是讲道理的 只说以耍赖皮 有两个原因 要不你就是过于软弱 语言不通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程序 被租客抓住把柄 程序上有问题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所以的话 做到一切呢 合理合法 有逻辑 难以叫租客 做出把柄 有理有据处理事物 能够合理保护你的权利 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就这些 总而言之吧 在对租客这个问题上呢 尽量的还是选择之前 一定要严格苛求选择租客 一旦选到了之后 就不要居高临下 拿着你当房主的这个 这个当主人的这个态度 去对待租客 因为谁都是平等的 他付了你租金 他自然享有安静生活的权利 他为了住房 你为了收租 如果和气生财嘛 如果觉得话题有用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素质三连 好运连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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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